OK,那這是這禮拜的 56 跟 57 。 好,從 56 開始。 那自從上一次打電話過去罵,然後網友也不斷反應說寄送速度太慢之後,現在有比較積極了。 今天是禮拜五,那一般來講都是禮拜六或禮拜天才會到的。 今天禮拜五就先到了。 OK,那這值得鼓勵喔。 好,我們一樣檢查。 一個塑膠鍵,然後 電馬達的通訊線,然後一條 上下的 語音辨識機板的電線 OK 一樣,全部把它打開 好的 那我們開始進入組裝 這一期的困難度不低喔。雖然零件只有三個,但是困難度相當高。 OK 好,一樣按照廣例,一樣按圖施工喔。 那一樣我再 喔,不好意思 這個動作要先等一下,差一點被它圖片了。 我們要先把 接頭先插上去之後,再黏保護貼。要不然的話,我們會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 插上去 有沒有插牢 一樣,那四顆螺絲我們先打開 OK 打開,這是我們前一期的馬達 OK 打開後呢,它是放在 左手邊這一邊 OK 一樣確定我們有插牢跟插平之後呢 把保護貼貼上去 再把保護貼貼上去 OK 好,保護貼貼好 然後拿起頸部的這個地方 然後電線穿過去 這是4PIN的電線 穿過去 然後它是要求我們說這個要 等長 兩邊的距離是等長 那很好的是它已經包裝 基本上 包裝的時候已經把它弄成是 等長的長度 OK 然後呢 把 比較長的這一邊穿過去 比較長的通訊線穿過去 這馬達線穿過去 這邊有點困難喔 這邊 馬達線跟這個都並不是很好 都並不是很好組裝 OK 真的是逼了我不得不停機一下來裝 那我只能講說它的技巧在於說 你要把這邊的線弄平 它這邊沒有提到 這個線呢 最好都是每一條都是弄平的 這邊弄平 然後把它貼平這邊 你先把這條線先把它貼平 然後弄個膠帶我怎麼先把固定在這個邊邊 然後再把這個慢慢壓下去 然後這條電線 不要在它的後面 後面可能會壓到 在它的前面這邊 把這條線放在前面 就是這些幾 這四條線的前方這邊 這樣就比較容易順利組合進去 OK 那我們現在是順利組合進去 然後它說要把 長度拉一樣長 OK 大致上長度是差不多的 然後它是要求我們鎖後面這兩根 注意喔 它不是要求我們要鎖四根 而是只要鎖後面的兩根而已 這個 網友有上官方的Facebook去問過了 那我們一樣 所以我們一樣是只要鎖後面的兩根就可以了 靠近轉軸的部分 這兩根 OK 這樣鎖上去了 這樣鎖上去了 那 那 為了確保說我們真的 有把電線鎖上去 然後也沒有把電線鎖斷掉 比較擔心的是這條電線被鎖斷掉 所以有可能的話 我可能會試一下吧 我們再接回這個測試器 稍微接著 然後開電 壓 OK 有表示有在動 那就是電線沒有被壓斷 這是比較慶幸的部分 OK 那基本上 我們56期的部分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OK 56期大概只有這樣子而已 OK 接下來是我們57 57 一樣是困難度有 OK OK 57的零件並不多 但是它的組裝步驟很多 這是應該是下一期才會用到的線 所以我們應該是先保留起來 應該是暫且用不到 然後它主要的電源線的部分 然後 金屬鍵 OK 金屬鍵 羅比金屬鍵的部分 脖子的鐵鍵 然後 螺絲 三包螺絲 三包螺絲 我們等一下再拆明的亂掉 看組裝 OK 第一步就是先把電源線的接頭先接上去 這邊組裝上不會太困難 基本上有裝過的應該都還OK 組裝上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看一下 我感覺好像很不合 這邊要稍微用力一點才擠得下去 好 壓下去之後 它是要用M2 4.5的兩支 M2 4.5 這M2 4.5的兩支 再把線這樣順利 這最好線喔 是 繞平的 讓整個平貼在裡面 平貼在勾槽裡面會比較好 OK 就這樣是平的裡面 平的會比較好 好 基本上我們這樣子就完成這個步驟 然後 再拿出它的左半邊 這是我上次講的 超難的地方 那我們先把螺絲 等一下要固定一些螺絲 看一下 看一下 等一下固定一些螺絲 應該是幾支 我們先把螺絲先準備好 看一下 好吧 先穿過去就先穿過去 線路很多條 那這邊都必須穿過去 OK 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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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線也穿過去 通訊線也穿過去 穿過去的線數 多是難以想像的 全部都穿過去了 這邊的組裝 不像它在影片中展示的這麼順利 這麼好裝 沒這回事 這邊是完完全全超難裝的 你一個不小心的話 就把電線扯斷了 OK OK 好 基本上它就是裝上去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還沒鎖螺絲 我們先看一下下個步驟 下一頁 它是要拿M28 M28的位置 就扒平口 平頭螺絲 OK 注意喔 但是鎖的時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點 是不要把這電線扯斷 很煩耶 這個很難固定 OK 然後又必須找到對的孔 這孔真的很小喔 OK 很難鎖 這些孔小到真的非常非常難鎖 這應該是沒有對到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鎖 沒錯 好 我們這樣子兩顆都對到了 然後它是要求我們把這些電線稍微整理一下 好 這地方我們左半邊好了 我們現在用我們的 右半邊 右半邊的主機板 我剛剛已經拆下來了 應該已經先拆下來了 然後 螺絲鎖上去 然後 然後機器卡這邊我有貼一張小貼紙 那個 有貼的小貼紙 以後我們抽換的時候會比較好抽換 因為它的這個 這個機器卡的那個插槽是沒有彈片 你要以後要這樣抽很難抽 我貼個小貼紙 我一抽就可以抽掉 OK 增加我們的 方便性 OK 花一點時間啦 然後我一步一步去確認 OK 這個真的很差 在寫 那跟人家講 第幾個 右手邊這條線 接在正中央這個位置 然後 然後 我們剛剛接脖子上面的這個領巾 這個領巾下的這條線 先不要接 因為它還要再接其他的東西 所以這不接 要從上一次 從揚聲器裡面出來的那條線 揚聲器這個speaker裡面 這條線 接到 它是講說 數上來倒數第二個這個位置 OK 我們現在接上去了 我們整個接好之後 我們把兩邊就可以組合在一起 在組合之前 先把這些線 稍微壓一下 OK 兩隻手臂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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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 上面這邊 真的是不合 有點不合 讓我們小心一點 是去觀看 從這邊去觀看 說電線有沒有被壓 電線的方面有沒有被壓到 對 仔細觀看一下電線部分有沒有被壓到 OK 沒有 很好 電線部分沒有被壓到之後 我們繼續鎖 OK 那這個鎖的順序 剛才畫點小心得 先鎖前面這一顆 然後再鎖後面這一顆 這樣子會比較好鎖 好 基本上我們這樣子鎖好了 OK Ruby的部分我們這邊有鎖好了 好 好 東西跟這一個拿出來 然後 這邊有開凹槽 塑膠件 這是脖子的部分 凹槽 然後鎖進去 最後一包螺絲 OK 最後一包螺絲 這邊它有提到是 鎖緊 鎖緊之後再退半圈 然後讓這個鬆鬆的 這個東西鬆鬆的 也不能太鬆 如果太鬆的話 應該是會有問題 OK 好 基本上這樣能夠正常 運作就可以了 然後 脖子拿起來 對準 好 基本上鐵尖的部分 就裝進去了 噢 這一集好多東西 要裝 OK 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 這一集部分 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驗證一下說 我們的組裝到底有沒有任何問題 那拿出 剛之前有幾期的這個 三孔的配電盤 然後加上電池 我們基本上 然後再接上這個 原本電池線的部分 就是雙 雙插的部分 就是我們開關 頸部的開關 這條線的位置 接上去之後 我們手拿著 然後打開電源 OK 喔 很好 OK喔 OK 那頸部的部分 頸部的部分 因為電線還沒裝上去 OK 好 我們就在 ROBBY的 R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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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BY的OK之後 結束我們這兩期 掰掰 好 OK OK 這是我們 應該說 上禮拜 我有提到說 日本那邊 有網友 開發出一套軟體 然後可以使用 TOSHIBA 這是 TOSHIBA 沒錯 TOSHIBA的 Fresh Air記憶卡 那我現在用的是 TOSHIBA的 第二代 那基本上 也可以用第三代 那 我是覺得 反正買最新的就可以了 那個 舊的 舊的 就 買不到也就算了 好 那 趁這一次的 56跟57期 還沒把主機板裝進去之前 先跟各位 解說一下 裝這個的風險 我上次一直以為說 裝就沒有什麼事情 但是呢 裝了以後 我發現到 主機板 有可能會過熱 主機板上面 它基本上 有兩顆降壓器 OK 那 因為我們的電池 是7. 旁邊一點 可以看到 基本上 電池的話 是7.4V 那這邊有兩顆降壓器 這顆是分別 是降5V 這是降3.3V 那 SD卡一般來講 都是使用3.3V 那會有一個結果就是 這邊可能後面比較 冗長一點喔 那 反正就是 你7.4V降 5.5V 再降3.3V的話 那3.3V會消耗很大的功率 所以這顆會熱 那我這邊呢 我有用我的那個 電錶 去量它現在的溫度 OK 那現在因為沒有做任何的啟動 沒有做任何的啟動 所以它現在的室溫大概30度 OK 我房間很熱喔 OK 因為我的房間是沒有冷氣的 那大概30度左右 好 那我現在就把記憶卡上上去 那上次我提到說 那套軟體我還沒 完全了解 然後製作成功 不過現在我已經完全了解製作成功了 然後我會 在這個影片的解說下方 我也放上它的超連結 如果有興趣的網友 可以自己去下載 然後放進去 那我也會錄一小段教學 怎麼去修改這個記憶體 就是應該不是記憶體 怎麼把程式灌進去 灌到 那個Fresh Air的記憶卡裡面去 OK 我們現在每把電源啟動 它大概 30度 真的是室溫 那我旁邊放了一台 我萬年的iPad 那這是等一下要來做連上線的一個動作 好 那我現在就把電源接上去 OK 我現在把電源接上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溫度飆升非常快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一下子來到40度了 那我們不管了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先把我的iPad打開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iPad的畫面 那我們一樣 因為有用過iPad 大家會知道 可以搜尋一下 那我附近呢 就會有網路 調近一點 好 第二個就是Fresh Air 那我們點下去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連過線了 我有輸入密碼了 所以它現在基本上正在連線當中 OK 打勾了 連線表示已經成功了 那我們回到 iPad畫面去 我們打開Safari 網頁的Safari 我們打開了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輸入那個HTTP 然後 帽號 反斜線反斜線 然後打 Fresh Air F L A A I 我剛剛有打過 所以我們只要點 我們只要輸入這個 你只要連上線之後 它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畫面 好 我已經比較機薄 我有幫大家做中文化了 所以基本上 看起來不會太難 那你現在看到上面這些資料 基本上 如果有 有興趣的 的網友 可以自己去打開自己的那個SD卡 裡面資料都長得一模一樣的 那它在於它的下方呢 有可以上傳修改你相對應的資料 非常方便 好 這是你講完方便的部分 我們來講比較可怕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嗎 幾度了 我們從剛剛錄影 這樣子 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它已經81-82度 那 基本上 如果去使用下去的話 可能對這顆晶片 可能就會有危險了 OK 那 我大概要先把它停下來 因為這個溫度實在太可怕了 OK 那我們今天 我的解說就到這邊 OK 現在的話 我是 解說怎麼拷貝那個 Brashe Air的SD卡的那個網頁程式 那基本上呢 這是 Brashe Air 我已經插到電腦裡面去了 那 這是它的資料夾 那 其他這一些 除了基本的 DCIM 然後還有 GMPI XINF 這個是 這兩個 是主要是 Brashe Air裡面自己的東西 那 下方 這些 INI Voice 然後或者是這些東西 都是原本 ROBI裡面的 SD卡裡面的資料 好 那我們 我們想要看到的資料 並沒有在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先去把我們的資料夾 把那個隱藏檔的模式 顯示隱藏檔的地方先把它打開 所以我們到控制盤裡面 然後顯示所有資料夾裡面 我們把 隱藏的地方呢 我們把它 把它不顯示的地方改成要顯示 然後按確定 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它會多出一個SD 然後underlie WLAN這個資料夾 這個就是我們所 我們所要的資料夾 OK 基本上我們再去網頁上下載 這個中文化的SD 這是我自己做的 那只要點擊這邊就可以下載 那下載完之後呢 這邊我基本上 我剛才自己已經有稍微下載 現在已經先預載 先下載下來了 OK 已經下載這邊的 然後打開這料夾 那裡面會有中文 中文化的 或者是日本原版 那我有自己寫一個很簡單的PDF檔 那可以 看一下它怎麼去做設定 那我們現在 先以中文化的這個檔案來做解說 我們現在把這個資料夾打開了 然後 把這裡面所有的 資料我們做一個複製 然後 貼回我們剛剛這個被隱藏的這個目錄裡面 OK 把它貼上去 好 那我們現在 複製完畢了 那我會發現到這邊有一個 config的這個檔案 它是沒有附檔名的 OK 那一樣喔 我們是可以做一個 記事本打開的一個動作 我們用記事本去把它打開 OK 這樣我們已經把它打開了 那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情呢 是在這一大串的記錄檔的最後面這邊呢 我們補上一行 自己把它補上一行 upnload等於1的這個動作 這是表示說我們可以上傳 由遠端上傳資料 OK 那只要把這段打上去 然後按儲存之後 那基本上我們所有的 小設定呢 就是我們程式的部分 我們已經把 網頁已經放上去了 那接下來 我們只要 上網就可以 就像我剛剛這樣的連線方式的話 就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